二分之一头,二分之一身体 不要买 这是什么呀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 又到了年终各大电商开始集中大促的时候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购物分享 今天的分享呢,不光是有衣服鞋 还有化妆品啊,还有一些家居用品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下来往下看吧 首先呢,我们先从服务室里的说起 先从我买的三双sneaker说起 首先呢,就是这个Mesa Margila的Tabi Sneaker 我是前两天在Sense上面八折的时候买的 我觉得打折的时候买会比较划算 这双鞋整体来说是偏大的 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码数买的 但是实际上试穿下来,我觉得它会偏大一些 然后会很宽,因为我的脚很窄 所以说我的脚在里面不会这样满整双鞋 然后我的脚趾头呢,大概最长最长是到这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凹下去的部分对我来说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就是穿这双鞋的时候一定要穿袜子 我是专门在亚兰逊上买了一个 也是Tabi Sox,就是专门这样的一双分纸袜 这双鞋呢,不是很建议脚过于胖的人买 因为如果脚很胖,如果你买的码数又刚刚适合你的脚的话 我估计脚趾这里会非常非常的磨 然后穿上会很难受 如果你的脚呢,不属于很胖的这个类型 然后我建议你还是按照自己的码数买 因为它会偏大一点,虽然它偏大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还是要穿偏大一点会比较舒服 接下来呢,是两双汤威 就是最经典的这个Chuck Taylor 然后是一双低帮的,一双高帮的 因为这两个颜色,一双是藏蓝色,一双是灰色 我这个颜色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抉择 所以我就把两双都买了 因为反正它也在打折嘛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买过宽威了 我记得好像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买过宽威了吧 我现在只有两双还是很久以前买的 Nike收购了它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买过 因为它现在用的是Nike的鞋底的技术 所以它的鞋底真的非常舒服,非常软逼 以前我记得对宽威最大的印象就是穿久了之后 脚底板会很疼 因为它的鞋底真的很薄很薄 后来我只知道它涨价了 只知道它现在比以前要贵一点了 但现在发现它其实是值得涨这个价的 毕竟它有一些鞋底的技术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涨这个价是很值得 然后在打折的时候买也是很划算的 我记得SANS上面打完折下来一双 好像只要六十多刀吧 很划算 好,接下来呢是这一件Isabelle Mahon的衬衣 我看到它的时候呢我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可能标签还都没有出来 今天刚刚送到 很特别 是那种美紫色 我没有这个颜色的衣服 所以我还挺想尝试一下的 它的布料会比较的厚实 所以我觉得国内的夏天应该是没有办法穿的 我觉得比较适合春秋天穿 但是在湾区这边的天气 就夏天一般也就二十来度 我觉得穿是刚刚合适的 在模特身上穿下来 就是一个比较长款的衬衣 但是我穿上就可以 完全可以把它当裙子穿 就可以再配一个腰带 或者不配腰带也可以 因为它前面有一点点瘦腰的设计 从前面看起来还是有腰身的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扎进裤子穿 如果天气再冷一点呢 就可以穿一个穿一条高腰裤 把它扎进裤子里 接下来就是这条 Jack Nuss的裙子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超级喜欢这个颜色 没错 我又买了一条绿色的裙子 我记得它还有白色跟黑色 但是我真的太喜欢太喜欢这个颜色了 而且我也是很喜欢它不对称的设计 然后裙摆这边是这样 这边有褶皱 这条呢比起上一个视频里 我推荐的那条set的绿裙子呢 对比度要稍微小一点 感觉看起来更舒适 有一种偏奶油的颜色 更有夏天的感觉 但是呢 因为我这个身高和模特比起来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穿一个高跟鞋 这个不规则的这个裙摆呢 真的超级显腿 超级显腿长 另外我还特别种草 他们家那个超级无敌大的那个大长帽 但是因为我这个身高 我实在是担心我hold不住它 我觉得没有可能我穿上的时候 我的身材就变成了21分 1分头 1分身体 所以我没有买 我觉得高个子的妹子可以考虑尝试一下 因为真的很特别 和以往的草帽不一样 接下来还有两双凉鞋 是我在Farfetch上面买的 但是目前还没有送到 所以说可以放在下期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夏天凉鞋的合集 那接下来就是化妆品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从护肤品说起 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防晒 Murid 这个Essential C Essential C Day Moisture 他们家主打的是 纯物理防晒 我买的这个是SPF30 PA3个加的 因为我最近不用怎么出门 所以我觉得这个SPF30就够我在家用 因为是纯物理防晒 所以说很难做到非常的轻薄 但是他们能做到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 就是总体来说 它的质地是这种霜状的 然后推开呢 其实还是蛮好推开的 然后也蛮清爽的 我是一个混油皮 所以我是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有油腻 太有存在感的 不论是面霜还是防晒 但是这个呢 对我用来说 我不觉得很油腻 就是发上脸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点黏 但是过一会就好了 总体来说 也不会焖痘啊 也不会觉得一天下来会很厚重 但他们家最出名的是那款 是SPF50 然后PA4加的 我没有买过 但是就我查下来 好像的它的质地不是很一样 因为这一款抹出来是纯白色的 但是我看那款抹出来是那种乳白色的 然后好像更轻薄一点 所以以后出门的时候 我打算就买那款试一试 接下来呢 是一款面霜 是这个 Drunk Elephant多态面霜 在这个之前呢 我一直用的是Tatcha的那个water cream 我已经用了好几罐了 我实在是用腻了 我想换一个 然后我就做了一下功课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Drunk Elephant的产品 所以我就想说 试一下它们的面霜 整体用完呢 我觉得它比那个Tatcha的那个 要更稍微厚重一点点 但是对于我这样的油皮来说 还是可以足够清爽 刚上脸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黏 但是过一会儿就会吸收 然后睡觉起来也不会有满脸油光 它们家这款呢 主打的呢就是滋润 抗氧化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面霜 就是你也不要指望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不管是质地还是气味 我都很喜欢 最主要的是它的瓶口的设计 它是这样挤出来的 从中间挤出来的 用多少就挤多少 我觉得就很方便 很卫生 它的质地就是这样 其实和刚刚的那个防晒很像 但就是更加的水润一点 这款呢敏感肌也可以用 然后我觉得对于油皮来说 是完全不油腻 完全可以的 我觉得夏天干皮用也是完全够的 接下来就是彩妆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口红 就是它 Huda Beauty的这个一个小套装 打开是这样的 虽然这个包装的这个嘴呢 有一点丑 但是我觉得里面的东西还是很好的 一个口红和一个唇线笔 很喜欢它们口红的包装 就是磨砂质地的 然后盖子打开之后 它其实是有吸力的 看起来感觉还不错 手感很好 然后这款的颜色呢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接近 唇色的一个 非常接近唇色的一个 豆沙色吧 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 就非常日常的一个颜色 就是你不管化浓妆还是淡妆 其实都可以涂 然后还附带一个唇线笔 其实我主要是想要这个唇线笔 因为我想要找一个 接近自己唇色的唇线笔 然后就可以 不管在涂别的什么颜色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的嘴唇描厚一点 然后上面再叠加别的颜色的口红 接下来是第二支口红 就是它 爱马仕的 这个口红应该已经出了很久了吧 但是我也是 我是最近才买到 因为之前想买的时候 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 然后我就只能上它的官网买 然后它的官网 一直都没有货 然后我也是等了这么久 才刚刚拿到 这个口红怎么说呢 包装打开是这样 就是爱马仕经典的这个橘色的包装 然后打开之后呢 也是一个袋 到这里为止都还是很不错的 打开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包装 虽然看起来 没有图片里看起来那么廉价 我真的觉得图片里看起来都非常廉价 因为远看就觉得 就是塑料的 怎么可以是塑料的 但是拿到手上 觉得还是OK的 觉得还可以吧 尤其是这个顶部 这个logo 这个雕刻其实还是蛮有质感的 还有包括底座的这个金属 但是 但是 我拿到的时候 打开了之后 它这个芯 就是是掉出来的 就这样的 我知道它这个芯是可以替换的 但是你 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这么松吧 这是什么呀 我打开的时候 它就 就是我准备拧的时候 它轻轻一拧 然后 我发现 它 已经 就是这个口已经 破坏掉了 就是已经 已经怼到这个盖子里面 然后已经给我弄坏了 我真的好气呀 真的 你们知道这种新口红 被不小心划坏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比 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然后它的膏体吧 就其实只有这么小一点点 非常非常小 拧开了之后 上面那个高铁上面印的这个logo 它也被蹭到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但它 真的是 就是 那个 我喜欢的颜色的颜色 并没有 我就挑了一个 稍微 看起来还是 比较能涂得出去的 比较日常的颜色 是这个21号色 然后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我还没有试过 然后它应该和我刚刚 这好不上色啊 和我刚刚买的那个 和我的那个 Huda Beauty的那个颜色应该是很像的 我来试一下 对 的确是很像的 就是 就是比Huda Beauty这个稍微偏橘了一点点 下面这个是 按马仕 上面这个是Huda Beauty的 Go Street 然后我再拿Nars的这个 Anita作为 对比一下 Anita的颜色要更 更深一点 然后我再拿Gucci Gucci的这个 21号 201号 201号 对比一下 哇 真的好像 它和这个Gucci的201号 很像很像 这样 所以这支 爱马仕的颜色 是会比较偏橘一点 偏橘的那种 奶茶色 然后Huda Beauty这支 就是比较正统的奶茶色 然后像Nars的这个Anita呢 也是 就更深一点 颜色更浓郁 更饱和一点 Gucci的这一个呢 是介于 两个之间 就是有点偏土色的那种 偏 有一点点偏 砖红色的感觉 总体来说呢 就是 爱马仕的口红 不要买 首先它的颜色 没有什么特别 它的价钱又很高 它的高体又这么小 它的包装又这么劣质 我记得是60刀 还是65刀 你既然已经卖了这么贵了 你为什么不能把它 做得更好一点呢 这个包装 真的是 就 这Nars不香吗 霍拉 Beauty不香吗 为什么要买爱马仕呢 我真是搞不懂我为什么要买 我现在非常后悔买这只口红 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我在Urban Outfit上面买的一些家居小物件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PF Candle的一个蜡烛 因为我们一直用他们家的香 点他们家的香 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用 就是他们的味道也不会非常浓 非常重 然后 也不会闻起来像是 就像那个庙里烧香拜佛的时候的那个香 因为我们真的买过一些香 就闻起来就跟 有闻起来像烧烤的 像烤肉的 就是家里点一个香 然后就仿佛 你刚刚吃完烤肉的那个烟熏的味道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香 闻起来就跟你去庙里拜佛的时候 烧的那个香一样 他们家的那个香就真的很好闻 就不会让你觉得很熏 因为他们家主打的就是蜡烛 所以我就想说 那蜡烛应该还不错吧 然后我就想说试一试 然后他们的蜡烛呢 都是手工的 handmade 然后百分之百的 soil wax 就是纯天然的 不是化学勾兑出来的那种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 是sandwood rose 闻起来是很香 我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很香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但是他点了之后呢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没有味道 他没有味道 他作为一个香熏蜡烛 他居然没有味道 就是你点完之后 你就想这样闻 才可以闻得到 就是你一个香熏蜡烛 你只能熏到你的方圆 十厘米 那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就还不如 我在吹着rose 随便买的一个蜡烛 吹着rose这个 就很好用 还很便宜 我忘了多少钱 但是绝对比这个蜡烛要便宜 它也是纯天然的soil wax 就 就 这也很好闻啊 而且点起来 起码整个房间是香的 不像那个 就点完之后 没有任何感觉 另外一个 我们家里经常会用的蜡烛 就是这个 burrito的这个 我觉得 这个牌子应该也不用我多说 我觉得他们家的香 不管是香水啊 还是护手霜都很好用 然后他们家的香味 也都是很特别的那种 我们买的这个是woods 就是有一种 就是森林里的那种木头的味道 就是闻起来也不会让你觉得 就是香精的味道 就是很有大自然的感觉 这么大一罐还能用很久 包装也很好看 接下来也是我在urban上面买的一个 相框 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没错 这就是老友记的周边 而且它非常贴心的是 它不仅可以 就是里面放照片 立在这里 还可以直接挂到门上 这里有一个 可以直接挂在门上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挂在 家门口的那个猫眼的位置 然后直接挂上 而且我当时在看图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塑料的 就很轻的那种 而且它又很便宜 才二十刀 其实我也没有对它的质量 抱多大的希望 但是拿到手发现 它质量真的很好 我觉得是 它其实是像是瓷的 然后很沉 就是细节做的也都很好 不是那种很粗糙的塑料 很轻的很劣质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超喜欢这个 它在urban上面的评分 也是很高的 我也要给它打一个好评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所有的购物分享啦 希望你们能从我这里 种草一些东西 现在各大电商都在打折 所以我会把 所有的链接放在下面 然后又会把一些 电商的折扣信息 放在下面 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 理性消费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